但是说到创业 然后说到从事这个金融行业 我觉得还有一个你的朋友 他必须要来到现场 对 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用掌声 欢迎这位好朋友出场 有请 欢迎欢迎 你好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磊 王磊 对 我是帅的这个发小 还有他现在的这个合伙人 对 你们俩现在在合伙 对对对 做投资 合伙 合伙欺骗我是吗 没有 你说发小吗 一直看着他从小一起长大 对吧 是不是 那你从你的角度中间 你是怎么看他的 他中间透露出很多的小狡猾 很小机灵的 对 首先说点他好的吧 我们想听不懂 对 对 这个好的是他这个上学的时候 学校根据他这个身体 给了他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说他不用过去上课 只用过去这个考个试就行了 但是他呢从来就是说是 没有一天不去上过课 就是说每天都要去上课 坚持不懈的 每天都要去上课 而且他体育课也要坚持去上 体育课他是跟着看 但他没法玩啊 他这个体育课的情况下 他可能也是跟他这个对象 打个乒乓球 哦 看来发小揭露了 我听说他特别孝顺 对 是吧 晒的这个人特别孝顺 他在赚了这个您的钱以后呢 然后他就 他就买了好多奢侈品给爸妈 有 哦 就把我的钱赚去了 笑你他父母了是吧 他爸妈呢 对这些奢侈品呢 不咋感冒 所以说他以后再赚钱 就考虑俩字 实惠 哦 你给你爸妈买什么吃 对 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 说实话 没有享受过一个 特别好的这种生活 就是我母亲嘛 像女人就是 她都会对一些 闪闪发光的东西感兴趣 不灵不灵的 对对对 她都会感兴趣 所以那个时候 但我妈那时候给我看病 家里面 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没有 没有剩下什么 所以我挣了钱 第一件事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先找朋友从香港 带着Prada LV 然后所有的 就是盟友的 然后宝珀带着香水 所有的都是 都是这种东西 后来但是我觉得 就我妈也没舍得用 然后平常 她给你把那个LV 乐于旅吧 这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就是 她也平常也不怎么用 后来我就想 那就找点地方给他们 就让他们平常能够 吃点好的这种 然后我就在当地 又买了几家餐厅的股份 然后没事 我就说你们随时去 然后是都可以 签我的单 挂我的帐 哎呀 这孩子 这以后我们去 能签个单啥的吗 没有 我怎么感觉 今天你就是 不凭人家占便宜 对 哈哈哈哈 来讨债来了 对吧